面对腰月此时这意味深长的视线,楚清和清可一声道,那啥,画本,随便写写的。 文言,腰月轻哼一声,随后将视线重新放在这书稿上。 但虽然是轻哼,腰月的眼中却是隐隐有着几分笑意,哪里有半点不满。 同样将视线从这书稿上收回来后,去飞烟一边看,嘴中一边不自觉地将书稿上的内容念出来。 腊月,十五,大雪,乌云沉沉,寒风袭袭,位于琉璃城外以东十里山上,一简单木屋之中,灯火已灭。 然而,在这星光皆无知时,一道道皆是黑衣蒙面的身影却是悄然上山,沿途所过间,地上的积雪上均是没有半点的脚印,俨然是踏雪无痕。 虽是身处黑暗,可偏偏这柏鱼人宛若夜能事物,全然没有半点的影响。 不过短短百息时间,便已行至山腰之前。 躲在山丘之后,看着远处那灯光熄灭的木屋位置, 为首几人中一名光头蒙面男子压低声音道,看样子,那妖女已经歇息, 没想到,堂堂九幽宫的公主,竟然会在这琉璃城和一个寻常男子成婚。 只是,这人话语刚落,身旁另外一人压着声音说道, 别大意,那沈青秋作为九幽宫的公主,实力已入化境,我们也不是对手, 今夜我们的目标是那妖女的拼头,只要将其抓到,便等于有了那妖女的把柄。 随后,为首几名黑衣蒙面的男子开始快速下达接下来的命令。 可就在一行人商议结束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且霸道漠然传入到几人的耳中。 呵! 名门正派,行得却是这等龌龊的事情,当真可笑。 明明只是声音,可当这声音入耳的瞬间, 却让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 看到这里,去飞烟忍不住嘀咕道,怎么感觉这沈青秋又像是东方姐姐,又像是月姐姐。 就楚清河此刻写的这沈青秋,倒像是楚清河将东方不败和腰月两人的结合体。 这边,在看到楚清河写的这人时,东方不败脸上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东方不败的眼中,就楚清河此刻对于书中人物的描述, 这沈青秋完全就是以自己作为参考所写的人,全然和腰月没有半点的关系。 只是,此时的腰月面对屈飞烟所说的,却是不禁斜眼瞥了屈飞烟一眼。 莫名觉得屈飞烟的眼睛可能有点问题。 毕竟新婚,身着嫁衣也是正常,而且就沈青秋这形式作派, 分明是描写的腰月自己,跟东方不败那女人有半毛钱的关系。 至于书中沈青秋那霸道的感觉, 等下午曲飞烟挨一顿打后,腰月就能肯定屈飞烟一定能够感觉到自己有多霸道。 孩子不聪明怎么办?就得打。 一顿不够,就多打几顿。 与此同时,一旁拿着书稿的曲飞烟忽然感觉后背一凉,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莫名有了几分不好的预感。 对此,曲飞烟下意识地瞥了一眼东方不败和腰月, 见两女的注意力均是没在自己身上后,曲飞烟小脸一移。 随后看了一眼旁边开着的窗户和大门, 转而对小招示意了一下。 等到小招关好窗门后, 曲飞烟才是收回目光继续一边看一边读着后面的内容。 察觉到声音,这百鱼人快速地转过头, 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雪地之中一名身着火红长裙的女子。 望着雪地之中那长发飘动,面容绝美的女子, 这百鱼名黑衣蒙面的人均是神色大便, 眼中快速地被惊恐之色所充斥。 数十息后,随着最后一道惨叫声消弥, 自这山丘之后的雪地上, 除去那一身火红的沈青秋外, 哪里还有其他站着的活人。 原本洁白的积雪, 此时却是四处被鲜红的热血消融, 落下了一个个雪坑。 目光清扫周围一眼, 沈青秋缓缓抬起手, 下一瞬,一道道声音略出, 不过数个呼吸, 便有数十人半跪在沈青秋身后。 教主, 随着这些人出现, 沈青秋寒声道, 处理干净点, 若是让我相公察觉到一点异样, 死。 属下遵命。 声音刚落, 身后这数十人皆是快速上前处理起雪地中的这些尸体。 此后, 在这些魔教弟子处理尸体时, 沈青秋身形一闪, 已经是跨越数十丈返回到那木屋之中。 随着反身回到木屋, 视线倾挪肩, 当沈青秋落于屋内床上那熟睡的男子时, 沈青秋脸上的冰冷以及沙翼宛若阳春白雪一般瞬间消融。 明明此前离开前已经是点中了那熟睡男子的穴道, 但行走间却依旧忍不住放轻脚步, 担心吵到了床上那男子。 带回到床上之后, 沈青秋宛若轻松地指尖在男子身上轻点, 随后, 小鸟依人地靠在男子的胸膛之上, 嘴角泛起甜美满足的笑容。 看着此时这沈青秋的行径, 腰越忍不住, 看向身旁神情带着几分懒散的楚清禾。 脑中不自觉地浮现出自己, 小鸟依人靠在楚清禾胸膛上的样子。 别说, 随着画面浮现在脑中, 想到此时楚清禾这画本的名字, 腰越面容青苔。 小娇妻吗? 东方不败此时, 也是眼睛瞥了一眼楚清禾后, 视线微微下矣, 放在楚清禾那胸膛的位置, 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 或许是楚清禾这画本的内容的确是新颖, 而且内容明显还是江湖类的画本。 再加上楚清禾这画本之中写的内容的确有趣, 情节环环相扣, 跌宕起伏。 随着曲飞烟念叨间, 即便是东方不败和腰越都是有了几分渐渐入迷的感觉。 甚至于到了后面, 腰越都是主动站到了曲飞烟身后, 打断了曲飞烟的念叨, 转而静静地观看了起来。 随后, 在吉女的观看下, 后续的内容也是随着不断映入吉女的眼中。 大致也就是作为这魔教教主的沈青秋和作为普通人的男主人公李天和一起发生的事情。 虽然作为夫妻, 但这李天和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漂亮娘子的真实身份。 而沈青秋也是在暗中不断处理魔教的事情和一些麻烦保护着李天和。 对外, 沈青秋尽显霸道冷傲, 杀伐果断。 可在李天和面前, 却宛若江南的女子, 满是如水的温柔, 尽显恩爱。 这种对内对外时沈青秋的反差感, 楚清和写的是入骨三分。 再加上沈青秋的形象, 曲飞烟和小招也是可以轻易地 带入东方不败和腰跃的相貌进去, 也全然不违和。 但随着一个个小字落入眼中, 吉女的脑中也是随之在脑中构想出相应的画面。 窗外额毛大雪不断飘落, 寒风刺骨。 屋内的几人, 此时却是全部沉浸在楚清和刚刚写出来的画本之中。 看着吉女这入迷的样子, 作为作者的楚清和, 此时漠然也有了几分满足感。 莫名感觉自己在写小说方面, 貌似还有点天赋。 不过, 看书这东西, 到底是写得慢看得快。 楚清和这边辛辛苦苦写了一个时辰, 对于吉女而言, 不过一刻钟的时间就全部看完了。 这还得多亏于, 吉女看书都不是属于一目十行的那种。 不过, 当看着后面一片空白的地方, 看得正起劲的屈飞烟忍不住下意识地抬起头问道, 后面呢? 面对屈飞烟的询问, 楚清和美好气道, 废话, 当然是没写出来。 屈飞烟说道, 那公子你赶紧写呀。 一边说, 屈飞烟还一边拿起桌上的笔对着楚清和示意一下。 见此, 楚清和美好气道, 写什么写? 都快五十了, 还不赶紧去做饭? 闻言, 屈飞烟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随后一脸忧怨地拉着小招向着厨房里面走去。 行走间, 屈飞烟还是忍不住嘀咕道, 什么吗? 写到关键的时候就没了, 竟然断文, 公子太坏了。 面对屈飞烟所说, 这一次, 即便是小招也是忍不住点了点头。 在两女前往厨房时, 楚清和则是慢悠悠地走到院子里面。 人有的时候, 本身就尤为地复杂。 就像是上一世读书时, 每天都想着放长假。 但真的当放了长假后, 闲段时间下来, 又想要回学校里面。 究其原因, 也不过闲得慌。 所以, 在这忙碌了一个小时后再闲下来, 楚清和竟然感觉无比地舒畅。 对此, 楚清和不禁摇头道, 果然, 有的时候还是得给自己找点事做呀。 而在楚清和坐在院中等着厨房里那两个丫头生火做饭时, 此时的东方不败以及腰月野士相继放下了手中的书稿, 然后从房间之中走了出来。 等到坐下后, 东方不败开口道, 写得不错。 末了, 再顿了一下后, 东方不败开口道, 就是这话本的名字, 若是那沈青秋换个名字更好。 这话一出, 腰月瞬间冷眼刮向东方不败, 声音也是随之响起。 我倒是觉得不错。 话语出口, 东方不败也是眼中一冷, 想打架。 叹你吗? 几夕后, 一个人坐在这院子里面的楚清禾也是摇了摇头。 女人的好强, 有的时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 一个话本的角色而已, 这都争。 毕竟这世界能够供消遣的本来就少。 不然的话, 那赌方或是勾拦每天的生意也不会日进抖金了。 因此, 话本这东西倒是在各地都是受众不少。 上至街边的大妈, 下至那些带字归中大家小姐, 都是对这东西青睐有加。 以前的东方不败还是腰月, 以前也不是没看过话本这东西。 但多是感觉乏味可陈。 哪里像楚清禾现在写得这样有趣? 最为关键的是, 东方不败和腰月都是能够在这书中找到相应的代入感。 自然, 此时闲下来, 哪怕是东方不败和腰月, 也是好奇接下来楚清禾会怎样写。 因此, 随着几女将厨房收拾完后, 琪琪坐在这树下间, 视线都是看向楚清禾。 曲飞烟和小招两双圆圆的大眼睛地对着楚清禾, 眼睛带着几分扑扑扑扑的感觉, 之中充满了期待。 而腰月和东方不败则是一动不动地对着楚清禾。 被四女这样盯了将近半刻钟的时间, 楚清禾也是叹了口气。 知道了, 等一下我就去继续写。 听到楚清禾所说, 四人这才是心满意足的收回视线。 曲飞烟则是拉着小招, 一个搬火炉, 一个则是给楚清禾泡茶。 那叫一个殷勤。 东方不败和腰月此刻也是徐徐地起身, 然后向着楚清禾的房间走去。 只是当跨入门口时, 两女竟然都是齐齐地转过身看向楚清禾。 意思显然再清楚不过。 搞快点。 看着四女此时的行径, 楚清禾不禁翻了个白眼。 画本这东西, 本身就是楚清禾闲着无聊忽然来了兴致的东西。 之前写了那么一个时辰的时间, 楚清禾现在的兴致也是消退了。 可楚清禾兴致消退了, 一旁的几女却是被勾起了兴趣。 论一个作者和几个读者生活会是什么感受? 答案就是现场催更。 弄得楚清禾不写还不行。 对此, 楚清禾忽然有了一种自己挖了个坑跳进去的感觉。 左手拍了一下右手后, 楚清禾不禁嘀咕道, 怎么就管不住这手呢? 非得折腾。 随后, 在东方不败和邀越的注视之下, 楚清禾也只能起身向着房间里面走去。 等到楚清禾开始冻笔写时, 四女也是相继地站在了楚清禾的身后。 只不过, 半课中后, 四人却是相继被楚清禾赶出了房间。 理由则是创作需要私密的空间。 看着面前关上的房门, 屈非烟撇了撇嘴道, 不出声不就行了。 至于将人赶出来吗? 而梅的画本看了, 此时的小招脸上也是多了几分怅然。 片刻后, 邀越忽然想到上午看画本时, 屈非烟说的话。 眼睛轻眯后, 邀越看向东方不败道, 今天怎么玩? 女人? 往往都是记仇的。 就算是一时间忘记了, 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记起来。 目光在两的丫头身上扫了一眼后, 东方不败思索了一下后声音清冷道, 还是和往日一样, 一人指点他们一会儿, 然后由他们打, 三举两胜。 闻言, 邀越点了点头示意。 不过, 偏过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房门后, 东方不败话语一转道, 还是去城外吧。 知道东方不败, 担心动静太大会打扰里面的楚清和, 邀越也没有拒绝。 听出了邀越和东方不败, 这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的意思, 去飞烟顿时心中意图。 随后, 弱弱地开口道, 其实, 我也可以试试学公子写画本, 要不, 你们看看。 然而, 去飞烟的这番话, 不管是对东方不败, 还是邀越而言, 都是没有半点的吸引力。 相继冷笑一声后, 两女便各自抓着一个人运转轻功身法, 向着外面掠取。 反观小招, 则是在这被迫体验了 这速度与激情的过程之中, 眼神悠怨地看向一旁的曲飞烟。 伴随着四女的离开, 此时这午后的院子, 也是再次地安静了下来。 一直到有时三刻, 之前离开的四女才是重新回到了院中。 不过相比起之前, 此时的曲飞烟和小招皆是咧着嘴。 一时间, 两女都像是回到了当初在凝聚内力之前, 熬打身体增强体魄的那段时间。 而当东方不败和腰月回到院中时, 第一时间便是看向楚清和所在的房间。 看着那依旧紧闭的房门时, 两女才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 就在这时, 一阵隐约的声音忽然传入到东方不败的耳中。 见此, 东方不败刚刚平息下去的蒸汽波动 再一次弥漫开来, 身体向着院外闪身而去。 看着快速离开的东方不败, 腰月嘴角泛起一抹不屑的弧度。 区区一流势力, 一天到晚事情倒是不少。 依旧是距离楚清和这院外不远的巷子之中。 伴随着东方不败出现, 桑三娘等日月神教等弟子也是第一时间行礼。 只是, 此前下午和腰月的比斗之中吃了亏, 东方不败的心情也是不佳。 面对这些桑三娘弟子时, 东方不败的脸色也是阴沉如水。 说, 听着东方不败此时这出口的一个字, 桑三娘等日月神教的弟子皆是身体一抖, 意识到此时东方不败的心情不佳。 旋即, 桑三娘半点耽搁都不敢说道, 教主, 根据弟子来报, 任我行已经是带着圣姑向着黑木崖方向赶去, 同百雄长老此前也是发现, 教中王天龙、 杨志欣, 前在孙等三位长老这段时间暗中与人通信, 截取后发现适合向问天交流, 商议之事正是潜入黑木崖, 对教主不利。 听到桑三娘所言之事, 东方不败,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呵! 看样子, 关了一年的时间, 任我行到底还是这般蠢, 才刚刚放出来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夺回这教主之位。 随后, 东方不败开口道, 任我行当初提拔了不少人, 教中那些老人怕是不单单只有这三个是任我行的人传信给童百雄, 让他这几天中继续排查, 这网撒了两年, 也该收了。